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董姑娘 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 荣儿 你除了替苏锦珍出嫁外 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 是什么重要的任务啊 你要接近徐牧尘 伺机盗取玉佩 完成任务后 为时会设法让你全身而退 你要切记 水退没所有的人 都是那次水灾的幸存者 我们有责任 为失去生命的百姓 讨回一个公道 玉佩 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东西 不在这个房间里 也应该在她身上呢 她身上 跟她的家庭 我是这么大的 我还要尽量的 我还要尽量的 那她还要尽量的 我还是先找找这个房间吧 我还是先找这个房间 夫君 你该先盖头了 先盖头我就要告诉你 我要跟你合理 停下来干嘛 过先啊 这陷阁就算是离成了 傅君 怎么了 不行 我得再想办法 你去哪儿啊 今天我累了 你也累了 我去书房睡 玉佩在她身上 不能让她出这个门 夫君 夫君是还在为那天的事生气吗 那是个女孩被闯进了闺房 都会生气的 我就是恼羞承诺而已 但是现在我们既然是一家人了 那之前的事就翻片吧 确实是我错了 那日我冒犯了小姐 你是国公府的千金 有点脾气挺好的 夫君 话别说得这么生肺啊 我虽然是国公府的小姐 但既然嫁过来了 也是想和你好好过日子的 可看来真的留不住她了 事实我拿到威胁她了 夫君 你听我跟你说啊 夫君 你听我跟你说 那个 我呢 你是在找这个吧 你就拿这个跟我好好过日子吗 我是想着 我是想着 今天我们大婚 你要是从这儿出去了 那我也没脸见人了 你今天要真走出去 那我就自己 你干什么 你把刀给我 你怎么才能把刀放下 你今天要是出去了 我就不回了 你快把刀放下 你怎么才能把刀放下 你答应我 今天留在这儿 好好好 我答应你 快把刀放下 快点 苏小姐 其实 夫君 你这是干什么 洞房花烛夜 你说我干什么呀 我还能干什么 苏小姐 你这是 咋让你测稳征医啊 我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话 跟万一再说 不是 也来得及 我活不了了 什么 其实我得了费劳 冷中说过 我命不求疑 我实在不想耽误苏小姐 是 真的 是真的不想耽误你 没事 既然我已经嫁到你们府里了 那我就是徐福的人了 要是你死了 我会替你照顾他们的 生血丸这种过失的体验 不是 苏小姐 擦干净了 没事了 可是苏小姐你 你这是干什么 当时替你更衣了 你别动 你别动 你这是干什么呀 看来他们是没时间 吃我的人参果了 这件也脱了 快点 没在房间也没在身上 这事改来要从长计了 奇怪了 刚才松了全身 我 我有点儿饿了 我有点儿饿了 我吃点东西 这儿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园子 酒酿的 酒 可是我不能喝酒啊 老爷 一会儿许牧尘那小子过来 恐怕会给咱们使诈呀 他脱了紫辰丝那身狗皮 他就是草民一个 他要敢跟咱们造次 就叫你找了那帮兄弟 把他打成残废 是 老爷 许牧尘 这个是我从吕秀在那儿 买玉的字去 我的金香玉呢 什么意思 二百两 替吕秀才赎玉 我的金香玉是值万两 你拿二百两打罚我 当初你在吕秀才哪儿 不也就花了二百两了 许牧尘你管什么现实 趁人之危强买强卖 这事我管定了 你帮吕秀才一次可以 但是你有打盹的时候 一个穷酸秀才 你当我不敢找他麻烦是吧 给我打 打到他突出于为止 行 那我就打到你不敢为止 有了 你 不得了 我 不得了 你 不得了 你 要不得了 就 你 不得了 有了 你 有了 你 好 你 你要干什么 我饿死你啊 前部的姑娘大人是我爱上 你要是敢动我 我让你吃不了 走就走 你想要不停 你怎么办 少爷 少夫人起了没呀 老夫人都等着急了 不知道啊 我也不敢叫呀 你是怕少爷还是怕老夫人呢 可是 起了起了 马上就来 我们快点洗漱吧 我娘脾气不好 等一下 等一下 缠住了 缠住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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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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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揪着我头发了 你别动 别动啊 好了吗 好了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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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请 好 少爷 少夫人 小秋 你真的全都听到了 是啊 我都听到了 他们俩 真的 老夫人 你就别问我了 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们家这少爷呀 别看平时装得冷冷清清的 到这种事啊 还真不用我多操心 母亲 母亲 新婚夫妇起得这么晚 是会被人笑话的 是 儿子知错 真儿也知错了 请母亲责罚 真儿这是说的哪里的话呀 都别站着了 坐吧 好 母亲 您吃菜 好 真儿 别客气 多吃点啊 这是要给我个下马威呀 幸亏来的是我 要是请真坐在这里 指不定被这母子俩欺负成什么样 你说这刘夫人的儿子 昨天也真是的 在你们大婚的时候 居然站起来够菜吃 还不够人笑话的呢 墨琴说得是 我的簪子怎么不见了 是不是掉在外面花坛里了 晨儿 你快帮我找找 我去 花坛是吧 这不还捅 不还捅 我尝不凶 你就拿到几千栋 别混在那种 你还捅到几千栋 你看 我要捅到几千栋 我猪要捅到几千栋 你这种 我捅到几千栋 我捅到几千栋 什么相当快 你会捅到几千栋 我捅到几千栋 你会捅到几千栋 reason 個木 就是那只 它就在你头上 蓁儿 你回来吧 别找了 怎么了 你瞧我这记性 这簪子就在我头上呢 你快过来歇歇吧 死老太不贵重 来了 来 来 辛苦你了啊 喝点茶 这茶呀 是府里珍藏的好茶 可惜为了等你嘛 热茶都变成凉茶了 你也别喝了 我让人把它倒了吧 倒了多可惜 要不这样 我想个办法 给它做到美味 您再尝一尝 我先替您尝尝啊 我想替您尝尝啊 这是什么奇怪的做法 能好喝吗 给您尝尝 怎么样 这个味道 一般 不过天这么热 我也口渴得很 就凑合喝吧 墨歉 您要实在口口 儿子给您倒杯白水 倒什么白水啊 白水能解暑吗 再给我来一杯 老夫人 汤来了 我来 我来 你让他们盛吧 没事 珍儿从小就没有亲娘 不知道有母亲 讨爱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既然嫁进了许府 那您就是我的亲生母亲了 给亲生母亲盛汤 这不是应该的吗 我三番五次的刁难进阵 她竟仍是如此温廉 看来担心她仗着过公家小姐的身份 很为难陈儿 是我想多了 珍儿 你别坐那儿吃了 来 坐这边来 你坐得远也没事 坏了规矩就不好了 规矩是人定的 小冬 小秋 来 来了 快来 来 快过来 多吃点啊 好 母亲 儿子吃完了 去书房拿点东西 去吧 书房 玉佩会不藏在书房里 母亲 我先去侍奉夫君了 你管她做什么 吃你的 我刚嫁起来 侍奉她是我的本分 那我先走了 我还在想 这国公家的千金嫁过来 指不定给我们母子俩什么脸色看呢 看来呀 我是多虑了 是啊 我觉得邵夫人是极好的 倒是少爷多少有点不开窍 你们家少爷呀是指望不上了 以后多跟你家少夫人亲近亲近吧 是 夫人 是 夫人 您有事吗 我来侍奉你出门 不劳烦苏小姐 有什么了不起 等我拿到预备 看我怎么整治你这个兴许的 这书房怎么也没有 少夫人 您干吗呢 我想着打扫打扫 您不用打扫的 我每天都会打扫这里 这不是 这不是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死角吗 你看 这儿就没擦干净 对不起啊 少夫人 我下次一定注意 还有里面 好 少夫人 您可千万别告诉老夫人 她知道了会责罚我们的 小秋 要不我给你个 将功不过的机会 反正从我进门开始 就一直挺无聊的 要不你给我讲讲 府上的秘密和趣事 不行 少夫人 小秋的嘴 一向是府里最严的 出去啊 是 吴昭 吴昭 大人 你怎么来了 古大人不是发你参加婚嫁吗 我官府呢 洗了 谁让你洗的 我让你洗的 我让洗的 怎么着 你让洗的 你跟我打个招呼啊 牧尘啊 我是给你放了三天的婚嫁呀 你怎么刚一晚上过去 就跑回了当差了 你这让苏小姐怎么想 这以后还怎么过日子 牧尘哪 这可是婚姻大事啊 你 你得早点回去 你陪陪你新婚的妻子 剖一半哪 很重要的 你赶紧的 赶紧收拾收拾 赶紧回去啊 你先去看 别让我再见到你 去忙吧 你知道吗 老夫人最喜欢吃甜食了 可是少爷不让 说老夫人年纪大了 对身体不好 老夫人就偷偷背着少爷 在床底下藏了一大盒前层酥 少夫人 这事连小冬姐都不知道 你可千万不要外说 这些零食平时我们下人是吃不到的 少夫人对小秋可真好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以后咱就是姐妹了 对了小秋 你之前在母亲身边一直释放啊 对啊 小冬姐是大丫鬟 负责府里的大小事宜 伺候少爷跟夫人的都是我来 那母亲这么多年 有没有什么真是的宝贝 比如说 玉佩什么的 老夫人最喜欢簪子了 玉佩倒是少见 唯一的一块羊枝玉佩 也很普通 算不上什么宝贝 哦 师父也没说是不是好宇 我不封查查 听说 许夫人以前曾是郡主 那这许夫以前是皇家别院 你能不能带我开开眼界啊 没问题啊 你想要去哪儿 尽敢跟我说 许夫有没有什么特别神秘 不让别人见的地方 神秘啊 这画本里不都是这么说的吗 越是神秘的地方 越藏着宝贝 什么灵丹妙药啊 武林秘籍什么的 都藏在里面 你说这许夫之前是皇家别院 会不会有什么秘密机关啊 机关 我知道了 是祠堂 祠堂 对啊 许夫的祠堂啊 都是少爷亲自打扫的 一般人不让进的 那你带我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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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这要是被老夫人和少爷发现了 会责罚的 会责罚的 小时候小冬姐误闯过一次 把老夫人气坏了 把他在祠堂里关了一宿 出来的时候 藏得这么严 玉佩一定在里面 出来的时候怎么了 出来的时候小冬姐饿坏了 老夫人十分心疼 亲自下厨给她煮面 你放心啊 咱俩要是被发现了 我肯定不让你喝着 这边 少夫人 就是这儿了 小乔 你去门口帮我看着 别让别人进来 我看看就出来 少夫人 真不能进去 少爷和夫人会说的 一本画本 这不是画本的事 两本 少夫人多少本都不行 十本 那你快点出来 这么多灵威 那玉佩对她那么重要 会不会在她父亲的另外下 没有她父亲的 这这儿 老虚家的列祖列祖 多有莫非 理解 理解 好 先父许成寺之位 难怪外面没有 让他给藏这儿来了 真幼稚 少夫人怎么还不出来呀 这天都黑了 小秋 你怎么在这儿 少爷 你不应该陪着少夫人吗 少夫人 少夫人不在寺堂里 也没吩咐我在这儿把风 少夫人说不让外人进来 但少爷他不是外人 谁让你进来的 我 我就是想祭拜一下仙祖 然后不小心走进来了 你拿着我父亲灵魏做什么 我是看他有点脏了 我想给他擦一擦 徐木寿 你放开 你又没写禁止入内 我怎么知道了 你干嘛呀 以后你不得踏入祠堂半步 吃炮仗了吧你 一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承诺 爹 刚才那是苏国公家的前景 之所以之前没有告诉您 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因为当年您的暗子 就是苏国公办的 没事的 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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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当年的暗子儿子并没有放弃 毕竟在周全的弥天大火 也总有破绽 此堂我都找得那么仔细了 还是没有 这玉杯到底藏在哪里呢 这儿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真儿 你这是怎么了 是谁欺负你了还是怎么了 我 我就是刚才路过祠堂的时候 想进去祭拜一下列祖列宗 然后许慕臣就闯进来了 而且突然大发雷霆 把我给拉出来 还把我推到了地上 他还把你给推地上了 好 他个许慕臣 怎么能对自己的媳妇动粗呢 您啊 您也别太生气了 他可能是怕我笨手笨脚地 弄坏了公公的牌位吧 你公公的牌位 就是那个祠堂里有个小房间 房间里有个牌位 混账 至于这个苏家大小姐 儿子本不愿娶她 不愿娶她 可皇命难为 不过您放心 我会尽快与她合理 让开 我进 我让你让开 就知道对我冻醋 就知道对我冻醋 我会给你 我与你说过什么 不得私自击败父亲 还有呢 不能查父亲当年的案子 那这些又是什么 我要是不管父亲性败 我妄为人子 让霓裳 我让霓裳 娘 你有没有想过 你爹当初若真是被人冤枉 还冤而死 那背后主使之人 将会有多大的权势 你又会面临多大的危险 儿子不怕 你不怕 给我 我怕 我怕 你知道这么多年 我怕的是什么吗 不怕你反裂不堪 不怕你败坏家门 我只怕你走不住 你父亲的阴影 走向着为他犯案 你知道当年 有多少人 为了给你父亲犯案 白白送死 你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你让我一年了怎么活 既然你执迷不悔 今天我就烧了他 娘 端了你的念想 你把他放进去 我不放 把他放进去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放进去 走水了 走水了 徐木晨 你怎么在这儿烧东西啊 多危险你不知道啊 娘 您怎么生气了呀 是因为刚刚 父亲跟我动促的事吗 其实这事主要也怪我 我不应该自作主张 就闯进祠堂的 我下次不会了 咱们一家人 以后有话好好说 有事好商量 徐木晨 你好自为之 这儿 付我回房 这一天 预备每个药 都是把我勒个半死 看来他倒对他那个贪官父亲感情挺深的 怎么跟师父描述的不大一样啊 你手上的伤没处理吗 不碍事 那我给你拿药吧 用我帮你敷吗 给我就好了 你怎么值得药放哪儿 我 我 今天的事 多谢你结尾 夫君这话就结外了 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嘛 你等会儿 我去给你倒杯水 今天对你冻醋使我不对 其实 这事也是我的问题 我不应该在没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下 击败祖先的 昨日我已经说了 你我并非良配 不如早之合理 不行 或是 你不过分心 czyli 我温度 你呢 零留下刹那 无论是多少风雨的吹大 追梦脚步不再复杂 因为我们能相信的自大 幸福在哪 挫折是花朵的初心 为成长的书章证明 就让这漫长的经历 适合微笑的哺语 爱像不同情侣 无法掌握的命运 冥冥之中 心犹如双身的响戏 正在爱的人啊 想彼此伸出手吧 再遥远的未来 会怀念此刻的装扮 无论是多少日夜的轻盘 新的光不会被融化 因为我们要相信而解答 幸福在哪 爱的未来